字幕提供的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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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找兩個文法 今天兩個文法超簡單的 我覺得 好像經常看一劇的朋友 一定會懂的 一定會聽過的 是什麼呢? 第一個要說的是 にかわって 或者にかわり 前面是名詞的 表示代替的意思 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仕事で忙し母にかわって 今日は私が班ご飯を作った 代替工作好忙的媽媽 今天我做這個晚飯 表示代替前者做某件事 大家不想用這個 名詞加にかわって 可以是 名詞加の 在家かわりに 這樣用法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是 有漢字 它就是にかんすて 或者にかんすては にかんすても にかんする 前面是名詞 表示關於什麼什麼 或者有關什麼什麼 是表示事物 行為所涉及的 對象 大家看到關字 雖然和我們繁體字的關 有點不一樣 但是大家會認得 關字 所以你可以解釋 關於有關的意思 或者你可以用日文去記 其實它就是 について 書面語 我們直接看看 這裡的例子 今回の字句にかんすては また幾つかの疑問が残っている 關於這次事故 還有幾個疑點 這裡是一個禮貌 可能是大家在一些 報章、雜誌 或者要尊重的場合 先用這個にかんすては 當然 普通跟朋友聊天 時 你就可以用 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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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今天就講到這裡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明天再講另外兩個文型 下個星期 我們應該可以完成100個文型 我有看過一下 這裡大概是130幾 140幾個文型 就這本書來講 應該 5月左右 全部講完 對 趁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 溫言文法後 只剩下一個月 試試找多些不同的事題 去做 因為我覺得 如果真的 實戰 的時候 會深刻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記完之後 就會忘記了 但是當你親身做過的時候 那幾個月 會深刻一點 所以我建議 大家溫言文型 和這個單位之後 可以抽一個月 或者兩個禮拜的時間 是不斷做這個 模擬的事題 那 我們遲些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 那些書籍 那我們明天再見 你想看三字卡的話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明天見 じゃあまたね 掰掰 拜拜